国拼在2021年可谓是收获颇丰 不仅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四块金牌 还在式拼赛和世界杯上延续了强势地位 基本囊获了所有项目的冠军 但也要看到一些国家优秀运动员正在崛起 比如日本和瑞典 也要对他们进行重点关注 今年对于孙颖莎来说真的是非常特别和忙碌 她接连参加了奥运会、全运会、式拼赛和世界杯四项大赛 单打双打一个都不落 其中在单打项目上四进决赛 终于在世界杯上夺冠 破除了卡年老二的魔咒 也算是功德圆满 在之前的三场决赛中 孙颖莎一次败给了陈梦 两度输给王曼玉 当时莎莎的情绪还是非常低落的 尤其是在全运会之后 她的主管教练黄海诚 又因为家庭原因辞职 导致孙颖莎只能一人进行训练 这也让喜爱她的球迷 担心会让她在式拼赛之路受到影响 当时刘国梁和国拼教练组 为了缓解燃眉之急 在世界杯期间 让南队教练陈己 暂时作为孙颖莎的教练 但是在莎莎世界杯夺冠后 陈己又回到了南队 那边同样任务繁重 这样一来 孙颖莎又成了孤家寡人 长此以往 对孙颖莎之后的训练和比赛 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大家纷纷猜测 接下来会不会是马林 刘世文甚至是马龙 可能成为孙颖莎的主管教练时 有一个重磅的名字 悄然付出了水面 他就是运动员 时代与刘国梁齐鸣 也曾担任过国拼女队教练的孔令辉 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方面 孔令辉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可以成行 对于孙颖莎来说 绝对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由孔令辉这样级别的大佬 作为主管教练 将会对孙颖莎今后的道路 产生极大的帮助 也许未来他能够成为国拼女队 新的大满贯得主 例如 祝福